欢迎来到我们一个全新的系列 叫做超前印象 这个系列会专门来展示一些 还没有释出 但我觉得听起来蛮有趣的游戏 或蛮特别的游戏 这游戏都还在不同的完成状态 有些可能还需要整整一年 甚至两年才会释出 甚至永远不会释出 一些是已经有一点可玩的内容 但大概在α的阶段这样 但我们还没有实际玩过 因为不存在东西 比手上的更完美 所以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集我们要来看 我之前有提到过的Burden of Command 一个连极二战背景的回合战略游戏 预计今天可以做出来 虽然技能还蛮长的 Burden of Command主打几个天下 蛮有特色的系统 一个是玩家身为连长和下属的关系 所以会有RPG系统 你手下的牌场和一些时光 会有自己的历史、信箱和对你的看法 这点当然会随着战役改变 然后你也可以 也有一些事件影响他们的发展 简单来讲 你会在游戏的整个战役过程中 写下每个人的故事 不意外的这也包含永久死亡 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可以 就像大家都最喜欢的XCOM一样 另一个特点则是混乱的战场 等子弹开始飞的时候 玩家下命令会经常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执行 移动或射击的命令可能不会被完成 但每回合玩家 你通常无法单靠射击摧毁敌人 因为 这战平均数值多少 大概8000发子弹打死一个人吧 所以通常会发生的事情是 你需要压制敌人后 派人上去竞争突袭 要么上刺刀 要么丢手楼弹 逼敌人投降之类的 但这么危险的动作你手下也可能不会愿意做 所以你就可以这时候 身陷氏足带领冲锋 或做之类的动作来提高 命令执行的成功率 下面的人也会看在眼里 进而提高对于连长的信任和尊敬 不过也可能一站起来 马上就会打死 然后造成反效果 类似这样的战场情景 看一些剧情事件也会跳出来 让玩家需要做决定 大多的选择结果都是不一定的 你可能会 需要选择把自己当幼儿 跑到大街上星坦克注意 或决定放弃你的任务来 后撤你最喜欢的军官 虽然就算这么做 他可能还是会死掉 所以就会制造很多 要完成任务 还是保住你的人的挣扎 然后产生很多像 可能像Darkest Dungeon的那种 即兴故事的剧情张力 当然我贴错图了 是这样才对 所以没有回到更多星空图 因为我已经讲完了 我剧本只有写这么多而已 所以第一集的新的系列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看看有没有想要看更多相关的内容 或之类的 或这个系列shit 我应该去做更多战术回顾 也可以写在下面 那就这样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